严炮声不绝于耳 乌莱区长候选人周守信 在支持者的簇拥下宣布自行当选 在场甚至有支持民众相拥痛哭 不过胜选毕竟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有人感动落泪 也有支持者开心到跳起舞来 周守信竞选团队自行统计 最终是以总票数1457张 以17票险胜蔡马鑫1440张票 周守信表示自己一直到正式登记前 才决定参选 一开始不被看好 都现在能拿下这样的成绩 相当感谢选民支持 我记得我刚开始起步 在拜访整个区的时候 几乎我没有人感受到 他们对我有希望 但是我知道我在整个两个月的进选的过程里面 我不气馁 第一次感觉不好我就来第二次 第三次不行我在第四次 我一直持续到第八次 整个全区的行回以后 我看到他们的感动 今年乌来区长选战格外激烈 协为票数就足以左右占据 不过最终结果还是要以中选会公告 票数为主 原新闻的博力欧西美食物来采访报导